好 各位 我們繼續把後面的課算一下 我想我應該先講個笑話 讓大家再振作一下 再稍微振作一下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很習慣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都會問一下大師有沒有 其實剛成年來講笑話沒有關係 結果呢 結果呢 就有一天喔 有一天那個金先生 金先生也很理性 他就說 他要辦那個事情 他想要去稍微振一下 Happy一下 然後他就問一個阿聰師 很聰明的阿聰師 那他就問大聰師說 我想要去這個一下 可是我要看一下農民地合不合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說 他說你的對象是什麼 他說這個對象跟農民地有什麼關係 所以有啊 哎呦 當然有關係啊 你看 農民地上面寫破土 破土這一天適合做什麼 蛤 不對 破土那天適合virgin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叫破土 第一次叫破土 那你懂了吧 那他說呢 那如果說是開世呢 開世喔 那你參謀結婚 一天 那天那天就叫開世 所以你開世那天 應該不適合你了 那他說 那如果祭祀呢 上面我寫個祭祀 拜拜嘛 他說祭祀啊 祭祀就是老夫老親 祭祭祀 祭祀都要拜託 就照你規矩啦 可是那個 那個他就說 可是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要問問我們的 我問問我們的那個 我問問我們那個人 他就是那個人嘛 就是 不是 阿久啦 是阿久要找他們的小金金啦 那他說那這樣農民地要上面出現什麼 好 農民地要出現什麼才可以 叫開光碟碟 OK 這個農民地 OK 開玩笑 因為大家都成年了嘛 好 我們要繼續講後面的東西 要繼續講後面的東西 來 政政司法院的判決 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什麼 多公報 行政院薪金財政庫 什麼這些資料 那這個公報的查詢呢 我就在這邊查之後呢 比如說我查 王月衰 我查孫道淳 我查一些名字 那曾經出現在這些公報的地方的 事情就會出現 比如說 我在這裡還查了 孫雲雲三個字 然後呢 你就會出現說 哎呀 他呢 在台北市的政府公報裡面 有九十年 九十年 就是有兩個東西 有九十八年跟九十四年 九十八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 五二一零的 FVF 的車 然後呢 九十四年的時候 有一個 二二二八八H 的車 這可能都違規過 都違規過 那 各位可能 可能相信說 啊 可能這樣才出來 我曾經為了阻止 我們的捐地結稅 但是現在都會說 我捐良品 我捐道路用地 然後我就可以比稅 我拿了一個大善人 什麼的這個獎狀 我會想要阻止這件事情 當年是財政部長民權 還好他幫我把這個事情擋掉了 因為我在盡東看上面 連續三年 報道所有捐地結稅的大戶 那其中有一個 有一家公司在威山 叫鼎立工業 那那個鼎立工業 其實 他原來我查了 也不叫鼎立工業 我會一直找到一家公司叫做 我會一直找到一個 Jenny 就 熱體物貞利姐 所以一個女人喔 叫 叫 黃美珠 黃美珠 那個名字是好感想 叫黃美珠 結果呢 那個黃美珠呢 他後面有一輛公司登記的車子 就叫點力工業 那我就用那個點力工業 再回過頭去 經濟部商業師 查他點力工業的地址 我車子一開 開到他們公司門口去 說我想要拜訪你們老闆 然後他才告訴我說 他們做民資飛行 還有所有日系車的這個 這個模組 那個引擎蓋打開 你們所有的模組 所以呢 他們一年賺了三四十億 所以他個人光在台北市 捐了十億以上 結稅 我這樣就是這樣找新聞的啦 所以那時候 把他啦 王雪紅啦 什麼是雲峰 所有什麼 洪美珍 所有的人捐幣結稅的資料 核對 都是這樣核對的 那這個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OK 這是所有的所謂的車警資料 我其實有個印象說 當年為了要找 引力工業的這家公司 我也是用他的公司那輛車的 違規紀錄去查的 好 那再接下來就是 內證附警證署的 這些相關資料 這些呢 比如說你租房子 那你就可能把這個 張俊鴻 身分證打進去 就可以看到說 張俊鴻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什麼 就是那一家 全民驗通的案子 然後什麼時候被通棄 你就會看到一個 通棄的表格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些人 陳友豪突然的心死 什麼 這些人的年齡 身分證字號 然後呢 證照資料 然後什麼罪 什麼 通通都是在 這所謂的這個 通棄的這個 名單上面 這個一個打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人全部 通通都在 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那個名單上 列出來的這幾個 相關的item 就是 身分證字號 然後呢 他們護照 然後他因為什麼 案子逃亡 然後可能的隱藏地點在哪裡 就剛剛那個 你打進去之後 大概就會類似 類似的這幾個項目 就會出來 接下來就是 就是房地產的 大家因為想說 喔 台灣哪裏在那裡 沒可以抖 說明明要抖開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連佔在美國的房子 送屬於在美國的房子 我們也是這樣查的 當年查送屬於的房子 是林瑞圖查的 查連站 連惠心美國的房子 也是 也是我朋友 透過管道 直接在美國做房地產 等人 直接進到 美國的網站上面查的 台灣也都一樣 不要懷疑 你我 每個人住的房子 通通都可以查 所以你只要帶我去你家 你那棟樓住誰 他的銀行貸款多少 你帶我去 我全部都可以幫你查 好 棟樓查呢 就在這邊叫地震資訊網 他要付費 查了 用了之後才付錢 棟樓查 來 比如說 來 我為了要讓大家有個 比較直接的感覺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原東路 因為我知道一品莊 那個龍在中原東路 那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知道號碼 比如說19號 我就打19號進去 那因為我自己查過 蠻多經驗的 所以我直接打中原東路 我大概就知道是哪一棟 那這些呢 都是所有全人 這一棟叫一品莊 74戶 所有全 74戶 這邊呢 都按照你登記的序號 一個一個列出來 這個人叫陳碧銘 就是那個 製造洪 電視公司 剉一條的小三 這樣子喔 電視紋的口味 怎麼是如此 就是那個叫陳碧銘 那就是 就是這一棟房子 那這棟房子怎麼看 這棟房子 陳碧銘就在這邊 來 這個叫做 這個抵押權 就叫他向權利 你可以在這個他向權利 這個地方 總共有六十 74戶裡面有65個人有貸款 那貸款的他向權利 你從這邊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就會出現這樣子 就是這個資料 102.3月1號買了 那跟誰貸款 中國信託銀行 設定 這個設定金額喔 就是銀行會點的錢 所以 我都是用這個 都是在告訴大家說 其實他買這一間喔 前面的頭期款 什麼裝潢 很多人都是 這幾天幫他付的 他就是 負擔這個 大概1800萬左右的貸款 這就是我們營建署長的小三 他的特殊優惠 一千八百萬的貸款 一千塊的貸款 三萬一千塊 就這樣子 就給你這個小三 就是別試了 那還有 還有以前喔 譬如說我以前在查這個的時候 你說查 查這個叫 銷秀蘭 銷秀蘭 然後呢 他這個擔保 哈項權利這裡喔 他會有一個 他會有一個 地、洋、水、泥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在講什麼 銷秀蘭就是銷牆 筆名 本名叫銷秀蘭 銀行的貸款 那這邊呢 誰來付錢 立揚水銀的銀金龍在付錢 這樣子你就所有權狀 你就看得懂 他在幹什麼 你知道嗎 懂沒 因為這種名字 是宰善最會騙啦 真的是不會騙人的 所以 如果說是 權利人 登記你的名字 登記你的名字 然後呢 擔保的義務責任 還有別人 那就是 另外有人在養你 有人在付錢 那懂嗎 OK 好 那再回到這個是地保 這個是 這個是地保 不過台銘沒有進去地保 好 地保呢 白身段、三小段、三百零八號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 用北季的三場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 你是用地段、地號查 那你也可以用 像剛剛這樣子 海北市 海北市 大安區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 打進去 那這個呢 來這邊 總共兩百零九戶的地方 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昨天晚上上去 把兩百零九戶的詳細最新的名單 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邊 這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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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瑞浦 什麗筆 這些人 在這麗筆 那麗筆 這些人都不好玩 那麗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好玩的 二千二十四 一直到這麥筆 你看喔 這麗筆一定都好玩 這麗筆 有什麼 許庆祥 黃秀珍 徐雅君 這三部應該有感覺了吧 小S他們家 就這三部 這三部 小S他們家 再來呢 我李甄銘 給我感覺了 你女兒都知道 女兒都不知道 不知道這是誰生的女人 再來 OK 像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我們暫時先不要管他是誰 因為都是說的 有一個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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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啦 沒動物這樣子耶 沒動物這樣子耶 就是你會發現說 台灣的有錢人真的是嚇死人 如果像我們 各位如果像我這樣子 沒事就上去查人家的房地 查說 哇這把房子過來一點 這每個人 身價多幾十億喔 你會不會覺得 不敢隨便附上隨便去檢查 因為每個可能都是豪顏的 好再來你看喔 來來來 一個先生 賴源河是賴教授 然後這個 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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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只要查經濟部商業師 就知道負責人是誰 對不對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的 經濟部商業師查公司 公司負責人 公司董監事 所以大家不知道是誰來的公司 然後呢 何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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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業名 有幾號 所以何立林是用自己的名字 真的有錢 不是人間養的 可能人家點錢沒有別人 我不知道 再來呢 再來 來來來來來 看一下 這個是蔡佩鈞 這是寶城蔡家 寶城蔡家 然後這個是這個 有些人我認識的 這是那個正確公司 撿國票的總經理 然後再來這邊 好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什麼 英屬威軍群島 這就是王認申 河南王 王認申 就是在河南探柱的錢 買兩百九十八萬一百 都不厲害 他就是用這樣的外資 英屬威軍群島的身分 我們在罵武克漢政治 就是說 當他們都用外資 用所謂的威軍群島的公司 在買我們的房地產 在炒房的時候 你對他的稅 一點辦法都沒有 人家西加坡 所以這種稅多高 你知道嗎 他可以大蠟蠟的 用這種 英屬威軍群島的公司 回來買 免稅 免稅喔 你如果要賣的話 免稅喔 好 好 好 這裡還有幾個人 比如說什麼 這個清田征 這個 左腦開發 清田征的陳秀貴 分店這些有做 我不認識 然後再來 我就點個畫出來的這個 衛家 這裡 這裡還有一部 另一周 然後這裡三部 這裡一二三四五六 怎麼會加起來四部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十 十一十二十三四 十五 這樣算的啦 哪一部的資料可以上去看 會變冷的 全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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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西文署 剛剛有一部 總共兩部 然後還有呢 來看 你看看 那個劉媽媽 他兒子 非常整 接黃金灘 聖汗 他剛剛不是說 要那個什麼 跟男人相親選媳婦嗎 對不對 這真的 因為兩部地保證起來 至少要有五屹以上 那個 然後再來這邊 連戰 連大羽 那這裡還有劉悅燦 三號 那張劉媽媽的媳婦 這樣做 那裡做有機會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爭取一下 管一個人叫余昌者 有錢人 OK 再來 OK 他們說 這個就是余山 就黃蟲人跟余山 這兩部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罵給 罵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家伙是個超級大蛋的 我說 他是蟲 不是人 因為他叫黃蟲 人 不是黃蟲 不是人 因為他真的很爛 他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 來是在利人投資 就是利金的主公司 他把利金偷空了 他用公家的請問所有 都是錢去買這個房子 買了之後呢 然後他又從公司 翻了很多錢 然後再來買一部 兩部 一部登進在黃蟲人屋下 一部登進在他老婆 一處三屋下 全部通通都是利金 都能的錢 是他的私人交代手 公開講的 因為他叫黃蟲 不是人 那其他的 大概都差不多了 好多 這個就是 差不多了 OK 這個就是到304 總共209部 全部的名單都在這上面 給大家見識一下 改為的風雅 好 再來就是 再來要看這個房地產 這個女人被我罵了之後 有稍微用點腦筋 這個女人在電視上被我罵說 我們的紅總裁 你要去看看這個房子怎麼可以帶四胎 他帶到四胎 最近說他要告我 回去告 4月30號去跟永豐金 把四個貸款整合成一個貸款 永豐金呢 他本來最早這個房貸 像這種房貸最早本來都只有 六千萬到八千萬 那地保不可能這麼貴 不可能一開始買的時候 就貸款不高 買個便宜 拿個便宜 拿個便宜 買的時候 的地保大概是六千到八千 最多九千萬 他最近 2013.4月 他把它公開整合成什麼 兩億三千六百七六萬 就是這樣子 因為本來他賣了四胎 然後我叫同買來什麼 這樣的操帶你怎麼去注意呢 結果他是在 是因為會把它整合成一個貸款 把它整合成一個 那 就所有的這些資料都在這邊 OK 那這個是李欽未嘉的 那這就是我剛剛在批評的說 你看喔 我們政府 鼎高麗池的 裡面呢 有十戶是一字音的 那 他的那個房子 可是呢 他用的名字叫 香港商民樂有限公司 民政府就是鼓勵這些 這些有錢的人 就讓他一直吵一吵一吵 然後呢 完全客不到稅 那另外還有一些有錢的人 這個是聯大伯樂 聯大伯樂也是這些有錢的人 買的 OK 那接下來呢 來 瓦斯 這個是唐亞軍 把這個大海瓦斯打出去之後 你就看到說 他住在基古路 這個人 又這樣子 就是他住的地方 那這個姓馬的 這個姓馬的 這個擁有 這個姓馬的 你看 在這個大海瓦斯的 這個 這個資料上面 然後呢 新榮路二段幾號 剛剛有幾位同學跟我說 對他的感覺怎麼樣 我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2008年的3月15號 在伊宗坤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 與慶安雙重國籍 他有一獎喔 有 然後呢 當年 我有一群美國的朋友 超官 易美高總 超官 很多人 在美國呢 要追說 這個人 擁有 綠卡 然後 他們用了各種方法 花了 花了大概 有上百萬元金吧 去調了移民署很多 很多資料 結果最後拿到六個人 說他的資料不見了 他的資料就消失了 就是 當年他的綠卡 按號什麼 之後呢 就消失了 他就回來 按照獎金國立書了 可是呢 後來拿到六個人 就是 李慶安 賴士堡 李柏華 還有 郝龍斌 還有誰誰誰誰 總共六個人 總共六個人 那時候李慶安呢 是完全都不甩人家 就說 我們那時候 集中刊 就有打電話給他說 呃 媚媚 請教一下你的 那個 綠卡的號碼 然後之後如何如何 他都不接 然後又不甩 那結果呢 從2008年3月15號的那個禮拜開始 一週刊 每個禮拜都會登說 距離 李慶安的雙種國籍真相 已經第幾天 第幾天 每個禮拜都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像 從第七天 第14天 到140天 到100多 都很久很久 就是距離 李慶安的雙種國籍 他們每期的那個一週刊 都會有一條 結果有一天 李慶安 我們當年之領了那個 三千六百塊的那個消費稅 消費券 李慶安很不要臉的拿了他的綠卡 跑到美國政府去領退稅 結果呢 美國的政府才違反給台北地方法院說 yes 他拿了這個security number 去領了退稅 所以台北地方法院才依據 美國的違反 確認他雙重國籍 這個就是我們當年 對他非常的 這個 覺得他表現非常好的 也慶安 李慶文 那到現在為止 他領走的錢 他也都沒有 當然啦 就是說可能大家的觀念會覺得說 是啊 他是美國人 可是在目前 至少他不能夠擁有 美國籍的情況下 擔任台北思議員 擔任在目前的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底下的地方法院 至少他不能這樣做 因為是文房 好 OK 拉回來 拉回來這些資料 再來 再來就是 房地產的一件相關資料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那個 那個地震資訊之外呢 實價動物透明房訊 還有什麼財經房 資金中心 大家可能都要看 努力看認真看 多重一點功課的話 至少被騙上當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比如說 大家都想說 房地產不太賺錢 但是房地產也有 一定會賺錢 在什麼呢 除了兩個都要賺個高玉 他有個兒子叫高思國 高思國去買個房子 結果不知道人家帶二胎 有糾紛 結果他付了錢之後呢 結果房子無法點交 最後呢 最後他錢賠了 這就是我們的 本來要去選台南立委 後來拒絕的這個 前紅帳委員會之位 他連最基本的上網去查資料都不會 所以我提醒大家 今天如果各位在這裡 然後呢 你看了這些東西 那你還會被重介騙 你還會被這個 這些什麼公司騙你說 哎呀這房子很讚啦 還不錯啦 你今天都買過後悔 那如果你沒有自己做功課 你去相信別人跟你說的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要怪我 因為我們真的是 要提醒大家 這種事情非常大便 來第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實價登錄 那實價登錄 可能大家都已經有上去過 怎麼查 這些實價登錄的全台資料 那實價登錄呢 可以參考 請你參考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東西是透明訪訊 透明訪訊是法拍 法拍的資料呢 就進到一方叫做法拍屋 那這個法拍屋呢 進來之後你會發言說 哎呀這個法拍屋寫得夠清楚喔 大安度 什麼什麼 哪一間法拍 然後你的底價是 拍定價是多少 然後每瓶價格是多少 你看中校公務4萬 70萬元 你看這個在明後97年 98年之後 這些呢 然後甚至告訴你 點椒 不點椒 地主人的優先權 都在這個地方 顯得很清楚 那另外呢 他都會告訴你 你看 菜神奶 菜神寶汁 他們的土地 多少多少 這些都是 法拍裡面的 撥開資料 那他還有什麼 撥開資料呢 這些東西喔 那邊自己走 你都在那邊 趕緊查查的 這裡出門 來出門去看 因為呢 你看照片也都有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龍江牧師 那邊照片都有 因為現在都有衛星嘛 因為我Google的衛星嘛 所以呢 你都不用跑去 甚至呢 他很多東西都會幫你做 比如說 來 這個標示是什麼 筆錄 筆錄就是說 這個網址我反拍 書記官都會到現場去做筆錄 對不對 去做筆錄的時候 然後這個開鎖 結果發現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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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的鎖交給張外遺憾了 那結果管理員呢 說 屋主呢 要屋中屋 屋內 我就看到說 這是鬼屋 這是真正鬼 凶宅 對不起凶宅 OK 你就看到說 然後甚至前面有沒有留標 因為他是凶宅 所以呢 大家是不想要 不想要的話就會留標 OK 所以你進到這個地方你看 現在還有一個叫 兇宅網 兇宅網 就比如說 所有曾經發生過兇宅的 文心怒的房子 什麼 三小的房子 然後呢 當年的新聞 大暗怒 浴室 少賺自殺 那個新聞在哪裡 全部都有 都有喔 全部都有 現在都有很多的 善心的事 幫大家把這些東西都整理好 那甚至呢 還有一些 比如說 我要查方圓五百里 最近那天有一個朋友說 欸 郁政 我要賣一個房子啊 可是呢 為什麼一家仲介 我委託給台灣房屋 可是呢 股建信義 二十一世紀 沒家都打來找我 因為他們現在有個聯盟 那你聯盟出去之後呢 你看 這個就叫成交聯盟 你在大安路 把那個 連安路3到53號打進去之後呢 所有在各個仲介 成交的資料 全部通通都會在這邊 運用方圓五百公尺內的資料 譬如說 這方圓五百公尺內 最近有成交過哪些案子 都可以當作參考 參考資料 OK 那是凶反 那再來是 就是也是同樣的是 房地產有關的 因為我曾經在六秒鐘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蓋好之後呢 窗子的門口就是基地台 所以我後來生氣 我覺得說 這也窗房屋 這也噴射進步 後來呢 就是搞了很多 讓人家覺得 這個 不要講 門名不了身 就是說很不負責任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一支要求說 我們現在不管是基地台 浮色屋 就是說你要用這樣的一個公告 讓大家查詢 讓大家提到 那這個現在全台灣也有一些類似的查詢 這是浮色屋 那如果說 你看像我們現在居住的環境 如果說我的方園多少屋子內 有基地台 有什麼 因為現在四區嘛 這個雖然見仁見智啦 可是呢 我每天衝塔口 就有十隻 十隻基地台在我門口 我怎麼過日子啊 對不對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的負責任的政府 都應該要報告給大家知道 OK 接下來呢 就是中華正信所 這個最厲害的就是 你 他有在星中刊上面看過 我寫過 從王金瓶 民國六十八點被諸葛兵退票 林南生 民國幾年被誰退票 大家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的報導 或是台序 已經都翻了報導 他們是不是都是我寫的 因為我以前最喜歡 晚上不睡覺 就查這些人的資料 那這個中華正信所 以前呢 我們買的這個會員 然後只要有帳號密碼拿進去之後 愛查誰就查誰啊 真的 所以那時候 林德啊 初衛生啊 都是我晚上不睡覺的時候 把他們的林子打上去查的 那現在呢 這家公司被起訴 違反個人資料管務法 所以呢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成為他的會員 像這個也是 我成為他的會員 我成為他的會員 然後呢 一筆三十塊 都將傳真過去 我要查葉四文 查傳過去 他就會回傳給你 一樣都可以查 因為資料都在 這個檔案 這個資料 我剛才跟我講的是說 他從來沒有消失過 我們要去交辦所 所有的個人資料 所以呢 現在有個人在保護 保護 叫做上 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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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所以那個對策 就是說 是我在彩訓跟中東看 都是要 account account說我要進去 我要查 然後我要 password 就是帳號跟密碼 然後才能夠收 才能夠計算費用 因為我在彩訓跟中東看的這個 這個帳號都在 都在 所以我還是都有在查 出得來嗎 出得來嗎 好 先開放給各位問問題 有沒有人要考我 有沒有人要考一下 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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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查過誰啊 我查過很多人 我等一下有幾個資料 趕快給大家秀一下 給大家看 當然你說 查滿久 有些事不需要查 因為他那個位置 查了之後呢 查了之後 我也拿他 沒辦法 或是馬給踢掉 或是馬給這個 所以 有些人查了 比如說 就像 有些人說要找我投資 那我就會查 有一個生計公司 有一個醫生 等一下秀給大家看 有一位醫生 他呢 參加很多的社團 然後呢 他要找人來合資投資 那我查到他的資料 才發現說 哇 這些人就是蘇牧師的高手 他的資料怎麼 講了很多 讓你覺得說 哇 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權威 可是呢 他就是在賣一個 會上支票 對不對 所有的東西連結連結連結 然後你把他的AV大 一間公司上調查群 這有AV檔嗎 那我等一下秀幾個 那種AV檔的人 給大家看 就是 這可以 可以好了嗎 OK OK 好 這是中法制信所 接下來呢 就是公開資料 公開資料就是說 如果這些企業 這些公司 他呢 又跟政府有關係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看看他的 這些所謂的公開資訊 甚至這裡才是 真的說各位 一買個熱公平 一買個倒租 如果要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 我常常講說 上次會公司老闆 有良心的 沒幾個 有良心的 就像張有娃講的 一個呢已經走了 然後呢 一個還沒有出生 剩下的也不知道到哪裡去的 好 可是這些老闆他們怎麼做 你要看得懂 你要看得懂 這個公開資訊觀測站 那他現在呢 有一個新的網站 就公開資訊觀測站 他把它改版 可能這個是上一個版 這是新版 那新版都一樣 比如說這個叫2364的輪飛 那這方面呢 就有很多什麼 我記得是持股啊 或者什麼什麼 公司根記資料 公司基本資料都有 OK 那我要查什麼呢 我要查什麼呢 比如說 我要查輪飛有多少子公司 高遠的輪飛 有多少家 美國輪飛 德國什麼德響科技 什麼這些子公司 這是他的子公司 他必須要揭露在他的財報上 這在什麼地方 這在公開的 這個叫電子書 財報 或是公開資訊 就是這些財報上面都有 那另外呢 你看 就是這樣的喔 所以你去整理說 你去整理說 高遠的家族有 育華投資 然後高市看 高市企業 低月高投資 董事長是誰 資本是多少 這都經濟故事 那些事都可以查了吧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前面都已經跟大家講說 這邊要怎麼查了 有沒有 然後就會連鎖 連鎖出很多 從那個公司的總結 很多都會延伸出 其他個公司 然後擺投資公司 跟投資公司有這些 再來呢 跟這第三者實際的 營運機械上帽 我們可以輪飛 什麼科技公司 然後再加上接下來的 投資的順公司 這個就是 高玉仁的事業庭 就是用所有的公開資訊 所有的相關的資料 去把它整理出來說 這些呢 都跟他有關係 就是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哇 你們 你們平常可能 對這種東西比較勇敢 可是 如果這個東西 你交給你做 請你一個小時之內 把這個表做出來 就是高玉仁家族 那天 那天還有一個 誰啊 有一個 就是 有一次三立 就我們把它整理 一個集團企業 那你們大概就是 用連結 所有的相關財務報表 然後呢 去整理說 他到 上去 上去 好 好 那這些譬如說 給他的轉投資 就輪飛 輪飛的轉投資 有哪些 包括了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Wagefarm 然後呢 Wagefarm科技 然後還有什麼 Dreamhat 所有這些投資 就是轉投資的公司 因為呢 大陸有什麼 你說 他在大陸做生意 那我有證據啊 證據就是 一年代表明東西 以武漢 以昆山 江湖 之中這些都有 在這 所有的公開資訊上面 你都看得到 所以一樣的 要研究大同 也是如此 那研究論態創新 論態的分析也是如此 那所以來 這裡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這種KB K線KDR 先看我去 好 因為你做不一樣的分析 可是呢 可是呢 我要提醒大家說 當你在報紙上 看到很多資料 看到頭版 說 哇 有一個重大消息 比如說 有一天的經濟日報的頭版說 士林官邸 最後一塊 最大的土地 賣掉了 然後這個賣掉了呢 可以讓排火 進帳六億 所以呢 這家公司 未來就是 變成了所謂的 士林官邸的豪宅 建商美品 喊出 要20萬 好 當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當天的股票一定長年 當天股票一定長年 當天股票一定長年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手上 有這樣的融資的時候 通常我的做法 就是 看著這個 這個鎖單的數量 看著這個鎖住單子的數量 決定我要不要賣 如果很多 鎖很多 那就 我不要理他 如果鎖不住 還打開 然後呢 偉多賣出的單品大 那我一定會先賣一半 一定會先賣一半 因為 隔天可能才有高價 或是隔天它可能會破無日線 就是技術線型的無日線 所以呢 像這樣的東西的話 那 你一定是先賣 可是呢 我會先賣是因為我早就買啊 那我早就買的是因為 人家會跟我講消息對不對 說 哎呀 那個地方不能夠賣了 然後哪個建設公司再整個 所以呢 這些整個的資料 反正就夠 人家跟你講 你要去查證說 他講的是真的還講的 他講說 來我士林灣裡在台火有塊地 這是台火的財務報表 他說呢 我們的土地有幾坪 584坪 我後來也買了60坪 總共這麼多 我如果把它賣掉的話 那現在的價值是這麼多 所以我就可以賺這麼多 在財務報表上的資產都有了 這就是這些研究員 你做的事情 可是呢 如果各位真的要投資 真的要找到一個公司 人家跟你講 講的消息 你還要回貨統去這些資訊 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電腦裡面的資料 你要找到對的 是他講的沒錯 就是double check 那這個double check 如果你覺得 欸對 那一張八千塊一萬塊 你就跟他讀讀看 所以呢 當時呢 也買了一些些 可是呢 當他變成消息出來的時候 每天先賣一半 留著一半明天賣 這就是 這是經驗 這是經驗 因為我從民國73年 1984年的時候 在台大大D的時候 開入住股票 所以還是有一點經驗 也是有繳過郭安柔的學費 郭安柔的事件的學費 OK 還有 我常在罵這些公司老闆 梅良心 叫無產階級專政 為什麼他們無產階級專政 因為他們的專資 他們的公司 都是去人家賺錢賣 所以 叫錢愛定 很多人說叫錢不一定愛定 因為全民會買單 所以為什麼 阿扁當時的金融重建基金 花了我的四五千億 去幫陳友豪買單 去幫王宥珍買單 為什麼 因為銀行欠錢不一定要管 所以這些人都很懂得銀行借錢不要管 所以包括政府的股票 包括他旗下中信心的這些股票 他有六萬張 他有六萬八千張 有六萬四千張拿去執押 他有六萬六千張 有六萬三千張拿去執押 他有一萬張的股票 他有一萬張的股票 他有九千四百張的股票 在後面 這樣子他有何事 也是啊 那個兩岸拿起來他也沒事啊 金融公報他也沒事啊 對不對 政府導的他也沒事啊 其實有錢人大部分都這樣子 所以呢 他們家的質押很少低於百分之九十 這種公司 在上市公司裡有多不多 很多 可是各位有沒有去看過 沒有 你們從來不會去看說 啊!郭台銘好害人耶 郭台銘的紅牌 有沒有拿去執押 就是 大家就可以去上去看看 他的股票 持股有沒有拿去執押 那像這樣子的孤家 給大家看 這樣的孤家 他不一定要拿去中信金家 他可以拿去富邦家 他可以拿去別家銀行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五行 大家好來好去 所以這些銀行家都是這樣 結果你看 所有的抖堅是九十三趴 我做的東西 我們當時 我的師傅已經很少了 但是 我的股票都能拿去銀行就錢 那麼金融公報進入到國外來的事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做專機 從日本紅火案回來的國家 那其他的大概就不用講了 其他的這些阿薩咕嚕的公司的狀況 那香港的 如果說到香港去的話 香港的Hong Kong 香港的那個 上市公司的資料 然後包括Proper 都一樣 就是有些是國外的 上會上市 我也不要說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一定要跳快一點 剩下給我一分鐘 剩下的就是 財訊金鐘刊 財訊金鐘刊 就是 早上每每每有跟大家提過 比如說 我要了解趙騰雄 我趙騰雄 所有在媒體上 所有露出過的資料 從他更早更早以前 我被趙騰雄騙得了三十年嗎 場辦支付 然後這是我寫的 零件糾紛大王 戰爭官司 趙騰雄也不怕 之類的 這些都是舊的 過去的 那另外 中時聯合也都一樣 中時聯合也都一樣 我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來 比如說這個叫夜視紋 然後呢 所有日期就是 民工五十年到現在的夜視紋 那夜視紋拿下去之後 來 夜視紋 什麼 還有佔寫會曝光 然後 大家看 比如說 他的花工堂 木工有私用 被判三年四個月 什麼時候 1996年 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個吳智戰說他 不知道他過去幹過什麼事嗎 鬧了 但他還說 他就過去做 就是在拍來 那個智戰都不會 OK 比如說就這邊 來 吳花工堂 詳細的資料 有誰 有誰 然後這個人是誰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好 比如說 螞蟻男去當槍手 去當槍手 1968年 25 27年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 四萬元以前的事了 四十幾年前了 當時有多少的人去當槍手 螞蟻男呢 在不起訴 處分名單上 有誰 誰誰誰誰誰誰 這一票呢 都是共犯 可是沒有被起訴 這為什麼我們敢講 船手 務必留下的機都有嘛 除非說你沒有去跟報社 曾經說不對 這個我沒有幹過這個事 OK 好 終始也都一樣 接下來呢 這個是 就是 口卡啊什麼 就是說 我跟大家講 如果人家欠你錢 那你一定要去法院 執行他那個 假扣押支付命令 用這個支付命令 花五百塊去 財稅資料中心 這個叫財稅資料 就是個人企業 就是財稅資料中心五百塊 就可以把 比如說 年代 假扣押 週預扣的房子 他怎麼知道 週預扣的房子在哪裡 因為週預扣有一個財幣 他兩百萬廣告費 他呢 就拿了這個法院的財幣書 或是支付命令 跑去財稅資料中心 把週預扣所有的財產列出來 所以我們有一朋友叫溫森 他呢 也被 他也被連戰扣押 到現在 他的銀行帳戶 他的房子 他所有的東西 他名下是零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任何一毛錢 連戰都會把他扣走 就是我們的溫森大哥 趕快 一下儒家莫洗錢 他的官司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也是一個 未來如果我們有機會 去管理這個政府 我們要這個政府 做一些公開 做一些真正對得起社會大眾的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的錢 不當錢看 就是很多人在做基金對不對 好 那你可能就會把這個基金啊 老人性什麼什麼基金 他的規模是多少 他的金額是多少 那他呢 這個起算 這個手續費 什麼 然後基金經理人士 這上面都是公開的 你們想說 政府為什麼會作弊 為什麼會有弊端 因為他的資訊都不願意公開 好 所以呢 才會有上下其所的空間 所以你看喔 像這檔基金 我買了多少的中鋼 我買了多少的台基電 我買了多少的台基 都有 都有 可是請問各位 潘世偉在管我們的勞退基金 在管我們的勞保基金 我們有六千多億在他手上 他去買了什麼 你知道 你知道 賠了多少錢 你知道 OK 好 所以呢 他的這種做法 我們的政府基金的做法 就像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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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個人說 欸 國外有一個東西叫守慾中國 有一個美國汽車賣款 好好賺喔 你們不賺是你們笨啊 這個 一年就可以賺50% 結果呢 你可能第一年或第一個月賺到了 就很像那個 就很像那個 那個 高凌峰 他說 下面這個投資一個月有20%的利息 結果他拿了三個月的利息之後 三千多萬就被打掉了 好 這個也一樣 就是說 你買這些所謂的不對的基金 什麼 美國 國私汽車貸款基金 守慾中國基金 他只要不在 不在這個 國內基金 海外基金 金管會 控管 你查不到的 都是非法 這些非法的 如果 有一天 我們的調查局 去辦了這個管理公司說 他非法賣基金 那你們的眉毛錢 通通拿不回來 這可能就沒辦法 所以呢 我們一個政府要管理這些東西 要做到對的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清清楚楚的資訊 所以你看喔 我們的政府 經理人 背信炒股 投資人 產培 我們的勞保 勞退 所有的這些人 拿了我們的錢去玩這些遊戲 就是因為他們都不願意把這些東西公開 所以 所以 我只是用這個意思來告訴大家說 有一天 我們 來當家管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定期公開 我就定期的讓大家來檢視 我買台積電就買台積電 我買龍海就買龍海 不怕大家 來共同炒作 我就說 我覺得為什麼買這些東西 是可以交代的清楚的 這個才是大家的錢 然後沒有益端的管理方式 或者的話 永遠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從來都不會斷貨 因為我們的政府都在做一些 不願意對社會大眾交代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講到這裡 以後有機會 有進階 要 等一下喔 你們說要看那個 我查的資料對不對 回座頭去看我的檔案 我跟各位稍微秀一下說 有些人 譬如說叫我來查說 這個人幹過什麼壞事 這個人 這個人呢 他以前搞過什麼飛機 有什麼新聞的 這個叫AB檔 來 比如說我的AB檔 有郭冠英 有陳建惠醫師 有謝如森 有吳忠賢 有張鈺能 然後呢 有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子 來 我們用陳建惠醫師好了 好 突然有一個人叫陳建惠 他在當醫生 那很多人跟我說 欸 你幫我診斷一下 這個人 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他所走過的痕跡是怎麼 那我必須要知道說 他幹過什麼事對不對 好 我簡單的 所以我不用跑快一點 因為只有半分鐘 來 他的公司叫若康達生計 公司負責人不是他 登記在這邊 好 可是呢 他有個房子 他有個房子在昆明街 然後呢 昆明街 那這個房子呢 在八十九年買的 叫陳建惠 可是他的登記就在這邊 好 結果呢 來再往下看 這個房子呢 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時候 就慢一點 重新去南山人獸保險保多少 也就是說 這個房子的資產 淨資產到底在有多少 他在和平醫院 當過門診 有人去看他的婚前健康報告 告訴大家說 哎呀這個陳醫師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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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醫師跟他做了什麼 婚前健康的報告 後來呢 他說他幫他做X光檢查 結果呢 這個陳醫師就如何如何如何 他就說 OK 是我先生問他啊 他呢 就把陳建惠醫師跟他的互動 在網路上 在所有的資訊裡頭 也寫了一些 他說 這個醫生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大家就可以稍微 你要跟他有關係 你就會看清楚 你就覺得說這個人如何 再來呢 後來我還查到說 他有一個國務什麼 艾惠博密碼生物科技 那這家公司呢 他在裡面 他的這個陳建惠醫師 他的學歷還不錯 他的經歷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有連安診所 有什麼皮膚科 那他的專長是什麼 是這個什麼順事 什麼醫學 還有什麼家醫科 預防保健抗衰老 所以除了有抗衰老之外呢 他還去做了什麼 他做了醫美 醫美什麼抗癌啊 什麼這些東西 那再來呢 這個抗癌之後呢 你看他阻擋的都是抗癌 抗癌之外呢 來來來來 抗癌 抗癌之後呢 你看他就是這些相關的資料 再來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 再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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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在做一個東西叫 優化鈣細胞 優化鈣細胞 有一家公司叫 新品生物科技 新品生物科技 他們呢 有一票共同的人 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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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幹性 有這些人 這裡頭剛好有一些我認識的 所以呢 這個陳建慧 45歲 相關的資料 都在這邊 OK 之後呢 再來 再來 他還有一個健康診所 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健康診所 不然有沒有什麼一些批評 有 就是這家我剛提到的 新品生物科技 他說只有什麼人 然後呢 他說這些人 這些人 然後什麼什麼時候 咦 好平衡 差不多了 OK 就是說 你整個這樣子把一個 一個人的beta看一變 這個人是好人 壞人 值不值得信任 你值不值得跟他合作 你自己判斷 好不好 因為我說過了 報紙上的東西 除了日期之外 其他的東西 都不見的是真的 所以希望這些東西 對各位來說 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未來管理很多的事業上面 有一些用處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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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時間限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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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這一次 多次來到我們這裡 他是對台灣民政府有真正的愛 我們也再次鼓勵一下 謝謝她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 四點二十 在这里